今天要分享的 也是補足膳食纖維跟這個維他命B群的 這個穿耳雙雞 雙雞是指雞肉加雞蛋 我今天是 所以這是四川人的親子丼 可以這麼說 那我先把這個 大鍋裡面先把這個雞腿肉先放進來 穿耳就是你一般 就是這一大碗穿耳 我今天這個穿耳這一大碗是用多少泡的 開小碗 這樣子的量 來來來看看 就是假設一般在台北市 如果要買乾燥的 乾燥的可能這樣一小碗 然後迪化街可能買得到 迪化街買得到 那就是像我手上這樣 一份的小份的份量 可以長十倍的量 就可以泡 泡多久它發起來 一般來講 你泡三十分鐘以後你要換水 因為穿耳如果你沒有換水的話 它可能會有一些美味存在 所以你換水的時候 你要去擠壓它 所以一般來講我擠壓超過十次 那涼的水泡還是溫的 涼的 涼的 就一般開水 對 因為穿耳裡面 它會有一點小雜質 就是裡面會有一些什麼木屑 因為它養在木頭裡頭 會有一些木塊木屑在裡面 所以木頭會浮上來 所以你要把它挑出來 所以這樣它就會清爽乾淨 對 穿耳它很脆 它跟一般我們那種新鮮木耳 是完全不同的 然後我們雞肉稍微煎炒香了之後 洋蔥下去 然後加上一些洋蔥 加洋蔥進來稍微炒一下 對 然後放一點蒜頭 然後呢 這時候我們可以先調味 對 放醬油進來 這是醬油 蒜頭爆香 然後醬油下去 然後冰糖 冰糖下去 好 用冰糖進來 然後這時候呢 稍微讓它滾一下的時候 我們就把穿耳放進來 好 因為穿耳也不容易入味 對 所以呢 你看 你看 多浮誇 一點點就可以這麼多 你看 這個本錢大概只有20塊 好 然後你稍微拌一下 然後讓它有一點味道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再把其他的東西放進來 還有這個香菇 對 我放了一些香菇進來 放一些香菇 好 然後我今天準備的是糯米椒 好 正常來講它是用青椒跟乾辣椒 那我今天準備都是不辣的 這種糯米椒 就是如果你能吃辣 你就做比較穿式的那個辣香 但是你如果老人小孩吃的話 糯米椒就是很有辣度 糯米椒它實際上它不辣的 對 那我們把這些放進去以後 然後我淋上 這是我用青椒 因為我想說我就不要加水了 我用青椒給它 然後這樣去蓋著 如果沒有青椒米椒也可以 米椒可以 米椒可以 但米椒比較 因為我們時間比較短 所以米椒可能比較會有酒味道 所以我用青椒的話 比較不會有酒味道 然後這樣讓它去悶 好 那在悶的同時呢 我另外旁邊這一鍋 這個是有點像木須蛋 對 好的那種做法 所以我們這個雞蛋 雞蛋 我們要來做蛋 對我們就是把它炒成蛋片 好 雞蛋呢 加一點點鹽 加一點點鹽 這樣就可以 我們今天因為一大鍋 所以今天這個雞蛋一共有六顆 六顆 那如果小家庭 你可能三顆就夠了 對 你可能那個烹調不需要像我們這樣一大鍋 好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把雞蛋加一點鹽打下去 然後放進來 那這個雞蛋它不是炒成桂花狀 這個雞蛋我們是炒成蛋片 所以呢 所以我們就是不要 那桂花狀的話 你就是一直攪一直攪一直攪 就桂花 蛋片呢 蛋片的話 我們就咕咕再炒一下 咕咕再拉一下 咕咕再拉一下 這樣它就會變成蛋片狀 那你就全程用大火 那你這個蛋煮好的時候 這邊剛好也差不多 同時間 好 我們師傅的木須蛋 我們看一下就炒好了 我們那個蛋就是我剛剛講 就是說你稍微給它拌一下 趕快給它拌一下 那這樣它就會變成蛋片狀 然後另外這邊 你看我們那個木耳跟雞肉它已經都好了 而且我們紅色的也是糯米椒 糯米椒 糯米椒 但是它很漂亮 對 因為這個季節剛好糯米椒很多 所以你可以佔用這個糯米椒 然後這時候它的湯水 除了它本身的清酒以外 它食物的那個湯水也出來 我現在要理解你說木須蛋了 對 北方館子如果木須炒麵就是這些料 配上一個炒麵 對 木須是指桂花蛋的意思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芝麻油 香油 把它淋上去 這樣就可以來吃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它那個洋蔥的那個甜 那加上它的那個川耳 還有蛋 它的蛋是香的 也有一些甜味的跑得出來 那加上它用清酒下去 它的那個甜 變得比較香醇的那種甜 然後吃下去 我覺得在冬天吃這道料理 你本來會以為它吃到一個 應該是很高熱量的食物 結果它是一個高鮮低熱量的食物 只有雞肉 雞蛋跟我滿滿的那個川耳 所以我覺得這道是一個 很好很好的減重料理 那又有一些飽足感